大家好,正式节目开播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11月24号到29号带大家去上海和宁波游学 这是咱们第二次去淘宝包游区 上一次是去的南京和镇江 那么说起来上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基本上可以讲的是近代化的城市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古迹 尤其跟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徐家会,最早的天主教徒,菊光企业 最早皈依天主教的这个人 他建的教堂和他的墓地 比如蛇山圣母大教堂 这些都是远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教堂 当然了,御园,城隍庙这些大众景点咱也要去 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师博 这是一个非常藏品丰富的博物馆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去一些小众的景点 比如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 见证那段中韩共同抗日的历史 宁波就不用说,名声古迹众多 是吧,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全明广三个州嘛,他的明州嘛 是吧,所以呢,比如说像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因此呢,像这个国清寺啊,阿绿王寺啊 包括这个浙江凤化的雪斗寺 那尼勒佛的那个荡场 这些地方呢,我们都会去看到 也会去一个小众景点 比如说高历史馆就职 总之,让大家呢,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绵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最近以色列和哈玛斯的冲突 引起了大伙对中东历史的关注 中东问题呢,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几次中东战争都是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阿拉伯人不能团结起来 组成一个统一国家 一鼓作气干掉以色列呢 历史上啊,他们真有这方面的实践 只是呢,给了他们机会 但是呢,他们没有抓住 实在是不中用 在这个二战以后,原来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 放阿拉伯主义呢,开始流行 理论家们认为,他们这些国家有共同的语言 有共同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 在面对列强的时候呢,立场也比较坚定 整个阿拉伯大一统不是不可能的 1952年埃及发生政变 强人纳塞尔上台 他就是放阿拉伯主义的鼓吹者 纳塞尔和苏联关系密切 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 老大认为苏联那么多民族 那么多信仰都能成立一个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人已经有了统一的信仰 为什么不能打造一个清真的苏联呢 他的这些理论 立刻就赢得了叙利亚政府的支持 他们多次派人呢,往埃及跟纳塞尔商议 两国合并 以共同抗击以色列的事宜 但是呢,纳塞尔考虑啊 叙利亚政治情况复杂多变 埃及自个呢,也才刚刚站稳脚跟 所以不太想啊,这个考虑 两国合并的事 很快一件更大的事呢 让纳塞尔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也就是第二次中共战争 在以色列和英法两国的攻势之下 埃军惨败 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孤立 但是在政治上 埃及敢于亮剑 成就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 但纳塞尔呢也知道 精神可嘉 是拿来当奖状的 不能当饭吃 胳膊带粗也斗过以色列英法这条大腿 长期单打独斗下去 消耗不起 而叙利亚政府此时也需要更大的靠山 他们和土耳其呢 有一块争议领土 57年叙利亚国内发生政变 西方国家时刻关注 大有随时干涉的意图 土耳其也沉冰边境 准备随时抢回那块争议领土 沙特呢也对叙利亚抛出了橄榄枝 这个场景啊 对于纳塞尔和他的埃及来说非常不利 一旦叙利亚被沙特争取了道 那自个儿都得靠边站了 一旦当年的十月 纳塞尔亲自率领2000多的兵 在叙利亚登陆 公开帮助叙利亚对抗土耳其 这样一晚也不仅抢了沙特的风筒 纳塞尔本人呢 也赢得了在叙利亚的影响力 时间一平息 叙利亚政府呢 开始恰强合作事宜 这次的叙利亚已经跟苏联签订了 军事援助和军火贸易协定 在国防力量上呢 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要是合并的话呢 这是一个只赚不亏的买卖 最终呢 纳塞尔向叙利亚政府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叙利亚所有的党派解散 然后呢 第二个是军队呢 不得干预政治 第三个举行公民投票 以支持两国联合 这可以说是比较苛刻的条件 但当时叙利亚有那么多内忧外患 一指望的只有埃及就答应了这个要求 58年的2月 两国签署协议 合并为统一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纳塞尔顺理成章 成为阿联的总统 原来的叙利亚总统辞职下一天 这个合并后的埃及和叙利亚 分别更名为阿联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一个月之后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北野门也加入进来 他们是发展经济需要石油 得跟这两个国家合作 和叙利亚不同的是呢 北野门是以邦联的形式加入进来的 主权还是保持独立的 所以纳塞尔呢 就把国名改为了阿拉伯合众国 在他眼里啊 不久的将来 会有更多的国家自愿加入 向阿拉伯的夙愿 西纪不远了 这个国家成立之后 相伴而来的呢 就是内阅外患 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都支持这个合众国 合众国在外交政策上 持亲苏立场 对英美呢 持反对态度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都吃这一套 叫沙特 伊拉克 约旦 这种君主制国家 就亲西方 他们对这个合众国非常冷淡 尤其是伊拉克和约旦 这两个国家政权呢 感觉到了来自阿拉伯 合众国的威胁 因此呢 两国进行了合并 组建了联邦 伊拉克和约旦合并不久 伊拉克爆发革命 伊拉克王室被推翻 联邦被迫解散 伊拉克和约旦和美国关心密切 美国政府呢 担心约旦要变天 所以赶紧派兵入驻约旦 温度局势 同时黎巴南的基督徒和穆斯林 爆发了冲突 愈演愈烈 大有变成动乱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又一次派兵介入 化解了冲突 也就是说呢 当时整个中东地区乱成了一锅中 各个政权连自己 后来做的不做的 满的都另说的 更别说结成一个统一的联邦了 在他们的内部啊 这个国家也不是精诚团结 在纳塞尔的观点当中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 反帝斗争的先锋和核心 其他阿拉伯国家 必须要服从埃及的领导 叙利亚提出呢 要把合众国的首都 设置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阁 这是历史上 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俄马亚王朝的首都 但是呢 被纳塞尔粗暴地否决 所以呢 埃都开罗成了合众国的首都 合众国的中央内阁 也成了埃及的内阁 八名部长当中 有七人是埃及人 地方的这个政府当中 也以埃及人为主 军事上呢 纳塞尔把埃及军官 和叙利亚军官对调 最主要的呢 他把大量的埃及军官 调入叙利亚 还有好几千名叙利亚军官 被免职或者强制退役 理由仅仅是怀疑 他们对纳塞尔不忠诚 一波骚操作下来 叙利亚军队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 基本上都被埃及人掌控 进而呢 对纳塞尔一人效忠 在控制了这个行政和军权之后 纳塞尔又把手伸进了叙利亚的经济 所有的叙利亚银行企业 被收归国有 新任的银行行长 企业总经理 也换成了埃及人 经过他这么一道 原本叙利亚人的收入 是埃及人的两倍 现在基本上跟埃及人持平了 而且呢 他们悲哀的发现 自己并没有成为大国的主人 反而变成了大国的殖民地 种种矛盾之下 解体成为必然 所以61年9月 一批对埃及统治不满的叙利亚军人 发动军事政变 控制了大马士国 并且宣布叙利亚独立 退出合众国 纳塞尔本来想带兵平叛 可担心以色列趁机偷袭 美苏也联合起来向纳塞尔施压 他们都不希望呢 中东出现一股新的强大势力 在外界的压力之下 纳塞尔被迫同意叙利亚独立 不到一年之后 北野门也宣布退出 阿拉伯合众国已经名存实亡 只是纳塞尔不甘心 还在保留这一国名 直到71年才改回埃及的国名 阿拉伯合众国 仅仅成立了三年就完蛋了 表面上呢 要求各国平等 实际上处处埃及优先 这跟苏联的逻辑啊 极其相似 好在呢 他只成立了三年 埃及和叙利亚呢 也没有因为他打起内战 还保留着基本的体面 第三次中国战争呢 还能一起合作对抗以色列 如果呢 他成立的时间再长一点 倒不齐呢 会看到更多加盟国之间的矛盾 和内战了 好了 关于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合众国 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